谢谢您 好吃再来 为推广三峡绿竹笋 三峡区农会即日起至8月22号 举办线上竹笋节活动 并邀请20多位店家 携手推出竹笋系列料理 在仙农职卖所店家 展示竹笋特色料理 分别是中式油饭及义式料理 美食当前不禁让人食指大动 这次也因为疫情影响 让三峡的农作物啊 例如竹笋就有点滞小 那我们想说结合义式风味呢 能推广 把竹笋推广去大众 让大家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抛装饮浴啊 让在地的东西可以推广出去 我们取之于三峡用之于三峡 那让更多人看到农会的好东西 我以前也都不知道说 这边有这家小铺 那接触了之后才发现 哇 这里的东西其实都还蛮多的 而且都还蛮新鲜的 那也希望是说大家呢 可以多支持农民 举办线上竹笋节端出竹笋相关料理 鼓励消费者透过网路线上购买 接下来还有竹笋创意绘画比赛 以一起画竹笋拥抱父亲节为主题 为三峡竹笋节活动增添多样性 同时让大小朋友享受三峡美食 好吃又好玩 那今年是因为COVID-19的关系呢 那一些农民的农产品有一些自销 那我们三峡農会呢 今年从今天开始就是7月22号到8月22号 会来推广我们三峡在地的农产品 另外在这整理的活动里面 还有包括我们的绘画比赛 配合着我们父亲节 由我们的竹笋跟我们的父亲节来做结合 来办理绘画比赛 疫情期间线上竹笋节照样能享受到美食 呈现给疫情中闷坏的消费者 让三峡在地特色美食疗愈身心 一扫疫情阴霾 记者登帝家三峡报导